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陳向如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彭聚 馬上我們先帶來 關心到今天的新聞重點 好多人重罰也沒有在怕 居家檢疫還到處趴趴走 而且這個人數 標迫4.5萬人 到底誰來管呢 台灣供三餐供居留 但是卻照英國的情侶 抱怨居留如在住監獄 另外網購口罩到底要怎麼做 才可以又損又快 而且實名制三點是不是要上路了 貨架全空來 強烏資成了全球活動 購買潮 強買潮 台灣糧食夠吃嗎 節目一開始 我們要先帶來關心說 在今天又再新增了 15例的境外移入案例 也讓台灣的累計確診數 來到了267例 我們先來聽一下 指揮中心陳時中的最新說明 新增的15例 15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 那基本上大概都在美國七位 英國六位 那還有澳洲一位 菲律賓一位 那這邊境外的移入主要是六女九男 六女九男年齡也介於十歲到十多歲 到六十多歲 入境的日期 介於3月15日到25日 發病日 介於3月8日到25日 個案發病前後活動的國家 剛才講美國七 英國六 那主要是工作或就學 那這三期 這裡面包括了三期的群聚 案254 2019年8月到美國就學 今年3月5日至19日 探訪同在美國就學的友人 是218例 218例 3月17日發病 那案254 並於3月20日發病 3月24日入境時由機場採檢通報 那今天確診 那案257 258 就讀英國同校同系 案257 於3月12日發病 3月24日入境由機場採檢通報 案258 於3月22日入境後進行居家檢疫 3月23日發病後 有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兩人均於今日確診 那案264 267 唯一對夫婦 3月8日至25日前往英國洽工 兩人陸續3月20日及23日發病 3月25日入境時由機場採檢通報 那今天確診 基本上我們在這裡面 大概機場採檢的是9位 居家檢疫的是5位 自主健康管理的是1位 剛剛聽到的就是今天 記者會上的精華片段了 在今天的節目裡頭 其實我們有來賓 我們今天來到我們現場的是 台北人技院的總院長 李龍騰 李院長 大家好 好 院長好 首先我們先帶大家來關心到說 其實在這一次的病毒 好像真的有讓大家 摸不著頭緒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要帶大家來整理到 其實在昨天的記者會上 其實也首度的公開說 在這一次新冠病毒當中 確診者的這個病例的分析 有哪些重點 我們持續帶大家來關心到 第一個從性別來看 其實女生是比較多的 確診人數 女生佔了57% 另外在年齡的部分 其實越年輕的 好像比例稍微的高一點 來到了36% 這個區間是落在20歲到29歲 另外在60歲以上的是佔了12% 當中的中位數就是32歲了 以及我們來看到是嚴重程度 以嚴重的程度來看 沒有併發症的輕症 其實是比較多的 佔了37.6% 另外在輕度的肺炎 嚴重的肺炎 分別是20.4%跟6% 但是以育後的狀況來看 其實現在發現說 住在醫院的人真的還滿多的 包括是現在住院當中的 有205例佔了87% 而育後的群疫期 最長是拉到了53天 不過在昨天這個分析 一出來之後 好像跟大家印象 是稍微的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個項如你怎麼看 對 我覺得很好奇 你看這個年齡的分段 20到29歲 竟然是占了36% 可是其實在之前的時候 我們都講說年輕人 其實比老年人 特別是你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 得病率還要來得低 但是這是為什麼 我們可以請問一下院長嗎 其實這次病毒 它根本不會挑人種 也不會挑性別 更不會挑年齡 每一個人機會均等 只是說如果你本身有一些慢性的病 包括有慢性的肺病 糖尿病 腎臟病 心血管疾病 這種病的話 因為你免疫力比較差 所以當你被他感染之後 這次病毒的繁殖速率會比較快 傳染的病毒量也比較多 更容易傳染人 所以院長我們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好像在這一次的年輕人當中 好像確診的數量是比較高一點 是他們比較到處常爬爬燥嗎 還是怎麼樣 對 從1月12號 第一篇文章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說 這個是比較偏老年人的病 其實並不是 我一直在強調不會 他不會只追這個老年人的 因為年輕人他活動率比較強 跑得比較快 接觸人群比較多 當然被接觸感染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等於說大家都還是要特別注意到 其實不論分年輕人還是老年人 但我們要再持續來看到的 就是張上全的說法 他其實昨天也說 其實他發現了一個蠻奇怪的地方 說很少有病毒會在身體裡面 維持這麼長的時間 甚至有的病人是已經出現了抗體 但是呼吸道裡頭 還是持續的繼續在排病毒 他覺得這好像有點不太尋常 所以新冠病毒到底是不是真的 狡猾難纏呢 我們要再請教院長說 好像又跟大家想像中 有一點不太一樣 不太尋常的地方到底在哪裡 所以一開始我一直在懷疑說 這劑病毒很像SARS 類似是人為人造出來的東西 自然界的病毒 通常我們就可以捉摸得到 他的病程到底有多快 多慢 病狀是多少 可是這些病毒到目前為止 都被人家捉摸不清楚 尤其是說他到底什麼時候會好 所謂好就是說不會再傳染給別人 這是一個問號 到目前為止 連中國那邊都說出來的時候說 35天 40天病毒都還在 我們自己也發現都沒有錯 這病已經好了 症狀都沒有了 但是那病毒還可以測出來 但我們好奇說 其實這個病毒 好像有些讓大家跌破眼鏡的地方 跟SARS又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院長怎麼看 SARS因為他來得快 去得快 我們發現說 他跟自然界的病毒不一樣 所以我懷疑那是人造的 所以他會來得快 去得快 這支8 90%跟SARS病毒很類似 只是有一些部分的差異 所以我懷疑說 是不是他經過SARS 這支病毒去改造出來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改良的技術很好 他既又能夠像SARS一樣很毒 但他又能夠存留在人體很久 我很好奇說 我們再來看到這張CG 其實我們剛剛有再做了一下對比 其實台灣的確診 有70%的人其實都是年輕人 而且都是 應該說70%的人都是輕症 而且有11例是沒有症狀的 所以推翻了我們一開始說 好像男大與女 還有老人大與年輕人這種 我們好像長期以來的這種狀況 甚至還看到這一句 台灣確診的人數 大多是輕症 但是住院的時間都拉得非常長 所以我就想要再請教院長說 我們這個住院時間拉這麼長 是不是也會對我們的台灣 所謂的醫療體系造成負荷 其實他是輕症 但他也必須要住院 對 其實在中國一開始 我剛剛講那篇文章 他發現的是都是重症的 所以他用重症來去分析 可是大家知道說 他被感染之後 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輕症的 百分之十幾才會重症的 死亡率百分之二左右 所以可能他們大陸抓到的 都是一些重的 反而輕的都忽略掉了 我們是每一個人都回來 都做檢查 做一做檢查就知道 這有的被感染的人 百分之八 九十 幾乎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好 我們再來看到 要跟對這個病毒的分析 我們就要持續來看到的 就是張善淳 針對這個病毒的見解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說 為什麼還那麼多在住院當中 主要就是 因為我們從病人發病 到第一套檢體檢驗出 變成陰性的時候 需要花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中位數是19.5天 所以要花這麼長的時間 才變成檢體 他的呼吸道檢體才會變成陰轉 那如果要到第三套陰轉 那初期我們有幾位是兩套陰轉 到後來我們就改成三套陰轉 如果要三套都陰轉的話 從發病到三套陰轉 中位數是需要24天 這裡面有些甚至 到四十幾天 五十幾天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長 確實這個病毒 是一個全新的病毒 跟我們過去認識的 很多呼吸道的感染病毒 確實有很多 到目前為止 我們覺得很多特性上的不同 那很少有一個病毒 說會在身體面 維持這麼長的時間 那包括我們自己檢測 這些病人已經出現了抗疾 可是他還是呼吸道裡面 繼續排病毒 這是對我們來說 是有點不太尋常的狀況 我們會看到 的人 2 1